今天周末好天气 一大早呢 有好多民众赏猫空 来赏杏花 而且呢 这个樱花也很美 这样交织成花 还没不现收 目前最新 我们立刻连线沈永莹 来告诉大家 永莹请说 我们看到呢 今天是周末假期 而且呢 天气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太阳都已经出来了 那么在猫空这山上呢 其实有一大片的室外桃源 那么就是杏花林这边了 一大早就有许多民众上山来走春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一大片一大片的杏花 真的是开得很漂亮耶 但其实它不是杏花 它是碧桃花 因为种类呢 以及颜色呢 和杏花很相似 所以大家误以为是杏花 但是呢 虽然说呢 现在已经过了 这个二月份的花期了 还是不少民众的兴致 一大早就上山来看花 我们先向民众 稍早之前的访问 很愉快啊 今天太阳又很好 很舒服 那妈妈呢 觉得怎么样 就是天气是不是还蛮不错 风景很好 花也种得很美丽啊 我们每天都会上来 他那个老板 老板讲说大概立春过后 大概两个礼拜左右都会开 那我们每天都会过来 然后带妈妈上来看走一走 那么来看到呢 周末假期来讲的话呢 天气一天比一天的好 那么像昨天星期六的时候呢 就已经太阳露脸了 那么今天星期天来讲的话呢 温度更加的回温 今天前台来讲呢 高温都可以超过二字头 二十度左右的 那么像是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呢 高温都是来到二十三到二十四度 那么中南部地区更是上开二十四到二十五度 但是要提醒您就是辐射冷却影响呢 所以早晚天气来讲的话 温差会比较的大一些 像今天早上来讲的话呢 这地温就出现在嘉义 只有十点四度 那么明天一样哦 早晚会偏凉 另外还要提醒您 就是上山的时候呢 因为山上来讲会有一丝丝的凉意 所以呢 记得要穿好一件外套不要感冒咯 那么以上呢 也是现场最新亲切将时间交还给棚内